县府社会处日前响应国际身心障碍者日 特别在富佑青创园区举行多元参与 共荣共好系列作品展览 呈现出华联县政府在推动 身障相关软液体设施成果 许多幼儿园也把户外教学移示到这里 让身心障碍者无碍环境教育观念可以向下扎根 县府社会处之前为了响应国际身心障碍者日 特别在富佑青创园区举办多元参与 共荣共好系列作品展览 虽然展期只有短短的四天 许多幼儿园将户外教学移到这 社会处处长陈家复关心学童参展 特地向学童说明身心障碍者权利的观念 我们以后在碰到身心障碍者的时候 要先离让他 如果可以的话就稍微帮助他就好了 不用帮他做任何的事情 他们自己会做知道吗 帮助不是帮他做事情而是帮他把他做不到的动作 把他那个障碍把他排除掉就好了 让他自己会做这样子 我们今天是采取系列型的一个办理 那从前面呢 各式各样的这个比赛 比如是这个摄影类的还有绘画类的 那我们也都设有讲经跟讲座 希望我们的身上友善概念跟环境 以及维护跟友善的一个对待 生脏者小朋友们 生脏者希望从小就来培养 建立扎实的这个基础 来友善的对待 各种障碍的相亲 这次展出呈现县府各局处推动 生脏相关软硬体的设施 给予身心障碍者更多的支持 社会处表示 未来也会持续跨局处从 尊重友善平权的观念 创造更友善的身心障碍者社交环境 记者综合报道